男子态度从容 半夜走进社区拿手机照明 停住家门口的机车 他发现置物箱没锁 先起来看看没值钱的 再到隔壁户 沿途每一辆轿车的车门他都没错过 只是绕了一圈没东西可偷 又折返最靠近门口的这一户 这次搜仔细一点 安全帽掉地上发出声响 窃贼也不及不徐 在置物箱的最底层发现有个皮夹 他拿到角落抽出现金 皮夹又塞回原位 这一趟得手6000元 到旁边去 到这个小门 到这边来去把现金抽走 现金抽走了之后 再又回来把东西丢回去到这上面 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过 遭窃的是台南安南区 一处新住宅社区 9月28号凌晨窃贼闯入 他在中庭逛大街 20户的住家门口都被他翻过 前后停留12分钟 如入无人之境 受害物主说 他从不把财务放在植物箱 偏偏就那一天忘记 加上那几天社区大门坏了 窃贼二度搜他的机车 误导警方侦办方向 目前已掌握犯贤身份 警方看监视器画面 一眼就认出贯切的身份 他无所事事四处游荡 得尽快找到人 否则不晓得下一个遭窃的 会是哪户人家 TVBS新闻 林一邦黄小琪 台南报道